本片为直播教学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大家好,今天10月1日 这里是埃及投资客日记直播的频道 今天换个地方 因为今天10月了嘛 有些人说我的背景比较混乱 今天换个咖啡厅 有满意吗?就今天 今天讲的主题是 房仲20年赚3000万 头部房仲4800万算多吗? 对,好多哦 可惜被政府抽20% up 没有错,你不要怀疑 这15年来,我遇到的仲介呢? 如果是头部仲介 什么叫头部仲介呢? 就是它可以持续做下去的 每个月的收入 大概是20万 它直接拿扣角评单给我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拿扣角评单给我看 围了一架 拉高我的出价 用扣评电我 使出浑身解数啊 什么浑身解数都用出来了 那你20万算一算的话 其实你做20年 如果你每个月赚20万的话 20年就是4800万 当然你要缴税嘛 你要缴税的话 大概就是打八折的状态 这个就是不动产 房仲的薪水 很多人都在问 房仲的薪水是多少 我已经告诉你了 就是3000万到4800万 前提条件是 你要做20年 要活着20年平均下来 如果说你的业绩比较差的 大概就是3000万 3000万 3000万的话 你就可以回推 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12.5万 那如果说你是业绩比较好的 也就所谓的 头部20%的那个仲介的话 一个月大概是20万 那你要怎么样增加这个收入呢? 其实说实在的 全仲介没办法 因为你的这个收入3000万 代表你帮公司赚了6000万 同时花了20年 那以房仲来说 大概是跟公司对办拆账嘛 6000万 其实要打八折 为什么呢? 因为所得税很重 因为你只要能够帮公司赚到3000万 甚至你可以 帮公司赚到4000万的时候 你的收入其实是要打折的 你赚得越多 打越多折 公司也是在打折 接下来说明增加收入的方法 那要怎么把你的翅膀插上去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要当投资客 房仲你必须要有投资的技能 那这个投资的技能 你就必须要有人指导你应该怎么做 所以明年 邪恶的投资客辅导公司 我公司开业的时候 我就会帮我自家的房仲 插上这个翅膀 变成投资客 邪恶的 投资客缴的税 非常的少 大家知道吗? 你要有一个观念负债 是不用缴税的 那负债不用缴税的情况之下 代表就是说 银行利率 永远比所得税低 你从银行借出来的钱是免税的 因为你只要 通过扣缴平单这个动作 你要缴非常多的税 那不动产这个行业 绑架了一百多个行业 你想要做什么行业 明年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报名 你可以来报名 就这样子 你自己去创造 那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你赚三千万对不对 公司也赚三千万对不对 有一个方式 我们以刚刚的例子来说 很简单嘛 公司这边就少拿一点 你这边增加一点 是不是你就会到四千万 我的目的 就是把公司的部分拿下来 给你 那你的部分 我们在辅导你成为投资客 那这个部分 就是明年公司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 就可以让你走向湿域远方 康庄大道 买飞机坦克潜水艇 就是这么简单 公司 我可以不需要赚这么多 应该说 公司 拿这么多 还是被政府扣掉 不如拿少一点 拿过去给你 那至于你要怎么结税呢 没关系 你到我公司 我就会告诉你 要怎么公司对公司结税 结到你不要不要的 不能再说了 就是这样子 更多内容放会员频道 这样有了解意思吗 那你说三千万到四千八百万事 中介的极限吗 算极限了 因为我很少 潜伏在中介圈的投资客不算 看过中介 可以超过这个数字的 换句话说 房屋中介 这个行业 你能做到二十年的 平均下来 就是赚三千万 那你如果 是头部中介 比较厉害的就是 赚四千八百万 这就是你做二十年的价值 折现率 每一个行业 都可以算出来 像我之前是做职业军人 那这个职业军人呢 我算过的啦 我是军官 二十年就是两千万 含一次领退五金 那两千万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算出我平均 一个月是多少钱 当然那些年职业军人 是不用课税的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呢 后来 我记得是一百零二年的时候 就开始要缴所得税了 很神奇啊 加给你加薪两千五百 给你扣两千啊 以我来说了一百零二年的时候 是这样 加薪两千五百 扣你两千元 说反了更正 这个有什么 我讲错了 是给你加两千 扣你两千五百 换句话说 多五百元的所得税 是这样子 所以会先给你加一段 然后接下来再扣两千 加两千 扣两千五百 我所得税是多少钱 那一年 我记得我的月薪是五万 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子 那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房屋仲介的薪水 存房仲啊 存的就是三千万到四千八百万 这十五年来 我见过的人看过的风景 遇到的鬼 交手过的仲介 他们告诉我 他们的薪资 就是这个幅度 那给你当做参考了 当然 我我希望 我公司的人 不是存房仲啊 因为存房仲在 有一些时期 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 像之前比较冷的时候 几乎是零业绩 是零业绩的 那当然做二十年 平均三千万 其实也还可以 还生活的过去 但是呢 我相信 你的一个野心 应该不止于三千万 应该是三个亿三十亿 买飞机坦克潜水艇 太空缩 登陆火星月球 如果你有野心 想达到三个亿的 我们就辅导你 假设 你是要以房仲的身份来的 那我们就帮你装上翅膀 哈哈哈哈 如果你对这个房仲没有兴趣 你是想做翻修的 那我们一样 在你翻修的基础上 把你装上翅膀 那如果你是 除 除了这房仲 也不想要做翻修 也不想做 你单纯的 想跟我一样 搞直播的 没关系 我也教你怎么直播 在直播的基础上 帮你插上翅膀 所有的 不管你想做什么 你都可以来 我们这里是没有限制的 你自己创造 就是在你既有的基础上 帮你插上翅膀 插上投资的技能 插上这个直播的技能 插上你想要的技能 就是一个 实现你梦想的地方 至于怎么实现呢 我们 当然要经过面谈之后 淘汰一些人 你才能进来 不然全世界都来也不好 就是这样子 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想当房仲的 想当房仲的 你的薪资就是这个幅度 3000万到4800万 纯的纯的 那像我呢 啊 像我当然就没有领过这种薪资嘛 是不是我最高的薪资 就是大概55000到6万 十年前的事情 职业军人就是这样子 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拜拜 本片为直播教学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 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请至计计划 请至计划